感謝你們的關係 面對媒體 校長低調不願多說 他怎麼也沒想到 招會上一段談話 會引來軒然大波 就是這段網路留言 在同學的APP軟體裡 瘋狂轉閱 有學生不滿校長說 外面高職都玩三年 不要跟他們一起玩 要好好讀書 你們的智商跟他們不一樣 同學痛批 校長這種說法 根本就是歧視高職聲 聽得就不是那麼舒服 儘管他的可能校長出發點 就是希望就是他們的學生 可以就是好好讀他們的書 因為每個人走的路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以後的夢想 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聽到會覺得不平衡 高職學生聽了覺得很受傷 不過引發風波的嘉義女中校長 也覺得自己很委屈 說他沒想到 想要鼓勵同學的一段談話 被惡意扭曲 第一個我沒有說過 那個智商智慧的問題 學生有家有天出 那學生都是年紀很小的 我會原諒他們所說的話 我說高中尊高職 高職管 高中你不可以跟他們講 我就這樣這樣一個議題而已 秀出學生鼓勵他的卡片 校長希望風波到此為止 只是為人師表 一言一行都是學生的榜樣 一不小心 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